嗨,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咕咕窝 今天是2021年的2月20日 今天小勺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头上戴的这种复古的贝雷帽 这个帽子既简单又好看,很特别的地方 我是用双面羊绒做的 这块双面羊绒是双面双色的 所以自反两面都可以戴,两种花形各不相同 整个帽子分为四个材片 帽顶一片 帽中两片 帽颜一片 自作相对比较简单 适合头围在56厘米的人群佩戴 款式新颖百搭 活泼俏皮又比较可爱 既适合老年人也适合年轻人 如果你比较喜欢这款帽子 也可以跟我一样在帽子上加一些小配饰 首先第一片是帽顶 它是一个半径为9厘米的这样一个圆 为什么半径是9厘米呢? 因为这样一个圆正好它的整个外面的这个弧度的长度为56厘米 跟我们头围的弧度是一样的 如果你的头围大一些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半径就加长 另外呢我们打第二片和第三片 先画一条基础线 再画一条它的垂直线 在基础线上找到长度27.5厘米 然后我们垂直起跳一个18厘米 这里呢垂直向上一个6厘米 这个呢第二片和第三片都是这一个同样的版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起跳18厘米之后呢 这个是6厘米啊 我们画一条弧线 然后这边垂直6厘米 再平行这个外弧线 我们画一条内弧线 这个帽子的原理呢 就是这个啊 整个的弧长要和这个圆的弧长是相等的 这个他们是要拼合在一起的 更改一下啊 这个是帽中啊 现在我们打的才是帽檐 同样是画一条基础线 然后呢我们再画一条垂直线 在这条垂直线上呢 找到一个高度2.5厘米 然后在这个上面啊 找到一个长度19厘米 然后我们画一条弧线啊 外弧线 这个就是帽檐啊 这个呢是连则线 就是啊 这个是一半的版 同样这个也是连则线啊 这帽子的版呢 我们就打好了 随后呢 这个电脑版啊 我会发给大家 在我的微头条和评论区里面找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韶的帽子 请将它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我是胡小韶 记得给我点赞鼓励哦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